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验器材 1.大圆球一颗 2.小圆球一颗 3.电线压条一支 4.马表一个 实验步骤 1.使用1到2公尺电线压条 作为圆球运动的轨道 2.将轨道倾斜至于地面乘20度 与轨道顶端释放大圆球 以马表记录落下时间 并重复操作三次 3.将倾斜角度改为40度 并重复步骤2 4.将倾斜角度改为90度 5.并重复步骤2 5.将大圆球改成小圆球 重复步骤2到4 1.并重复步骤3 ばooh 2.并重复排 1.并重复步骤3 2.并重复步骤3 2.并重复预 8.并重复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问题与讨论 一、大圆球或小圆球 在不同倾斜角度的落下时间有何差异? 答 无论是大圆球或小圆球 倾斜角度愈大 落下的时间愈短 二、大圆球与小圆球 在相同倾斜角度的落下时间有何差异? 答 相同的倾斜角度 两者落下的时间几乎相同 三、质量是否会影响物体的落下时间? 答 不会影响物体的落下时间 探究提问 若用手机的连续拍照模式拍摄落体的运动过程 运动轨迹会是如何? 试着画下你预测的轨迹 并与实际照片做比较 答 依学生实际实验情形填写及绘制 一、我选择的角度为90度 二、画下你预测的落子运动轨迹 三、你所画的运动轨迹有何依据? 答 圆球释放后在空中没有加速度 所以做等速度运动 四、画下用手机所拍的落体运动轨迹 五、你所预测的落体运动轨迹 与手机所拍轨迹是否相同? 若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答 不同 回到空中也比较保证 因为圆球会受重力影响 做等加速度运动